演他爸爸的是范逸晨 然后妈妈是田中千惠 知道他们是一对吗 蛤 哦哦哦 欢迎收听帅哥最多Podcast 哇有事吗我是吴小茂 今天这位来宾呢应该是这个节目 做到现在以来 年纪最轻的帅哥 先欢迎郭大瑞 嗨大家好我是郭大瑞 我第一次看到他 那是因为我看到BIG这部电影 他今天身上也穿了BIG的T恤 他就是一个讲了六个 癌症家庭在医院里面的故事 而医院其实就跟一般的学校 会发生的事情一样 只是他们在面对的问题 会有更多不同的 就是方式 更多不同的问题要解决 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部 非常感人的电影 你自己看过几次 其实自己没看过很多次 因为很怕会哭 有两种层面的难过 这是我可能我第一个很大的作品 那第二种就比较像是因为剧情 因为这个剧情其实 虽然我们都比较少经验 但是感觉还是会有多少点共鸣 我们在看的时候 当然这部电影有笑有泪嘛 那你在拍的时候 哭比较多还是笑的地方比较多 其实我觉得我们笑的地方比较多 笑的地方超级多 我们只有到最后 可能死掉的那一场 就是有人过世的那几场 比较就是会有难过的部分 不然我们整个拍摄想超欢乐 因为都是一票小孩子 然后在那边 各种 哒 各种唱歌跳舞 然后对啊 就是大家每个家庭都蛮欢乐的 虽然大三家就比较有点 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那种气氛的感觉都是这样 然后呢其他家庭都是 嘿嘿 然后在这边玩 然后我们家就坐在旁边 然后该干嘛的干嘛 那你在拍摄的时候 知道他们是一对吗 蛤 哈哈 哦哦哦 嗯 哦不用回答 他们十分有默契 他们十分有默契 他们也帮我带领 让我度过很多 其实这部片有很多难关 演他爸爸的是范逸诚 然后妈妈是田中千惠 当然因为两位在海角七号 就已经有很 很深刻的合作了啦 所以当然默契很好 对 然后他们其实有点 对就很把我带进那个状态 OK 对 他们是很好的前辈 你拍哭戏容易吗 我觉得比较不容易 我其实很少用我自己的私人经验 但是我会比较像是 用就是这个角色 把他把我放进这个角色里面 反正用我自己的经验我是哭不出来 嗯 因为我没有那种很难过 很难过的经验 我竟然就是一个很欢乐的人 我的人生就是正向跟欢乐 好幸福哦 有部片我哭 要哭两次 我因为那个东西 我大概半年失身 我声音整个变超低 因为要喊很大声 对 什么片的那一部 亲爱的亚当 呼吸哭不出来 内心压力会很大吗 超级大 重点是你已经不小的时候 像我这种十二十三岁 你不小的时候 那就不是那是另外一种程度的压力 嗯 每个人都看着你 然后或是跟你开玩笑 你等一下哭出来要打你哦 其实我觉得比较像是在路途中学习 嗯 嗯 好像拍很多年 但好像其实最近几年才真的开始 用演戏的方式来呈现出了表演 怎么样进入角色啊 嗯 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 没有任何什么东西都没有的状态 你就是一个白白的墙壁 你要在上面涂鸦什么东西都很简单 一下形状就会出来了 嗯 但是你那天早上起来 你就是要一个空灵的状态 这样会比较 我是这样带入的 这样很难形容 但是 一个很邪门的方式 但是 我觉得进入角色就会比较像是 嗯 你今天 都知道了这个角色的所有内容 你都揣摩过了 你做过很多很多研究 你当天到那个片场 就是全部东西都放掉之后 你再用呼吸的方式把你角色带进去的感觉 好难解释 很抽象 超级抽抽抽抽抽抽 嗯 灵魂 灵魂的感觉 越讲越邪门 就越讲越邪门 那就是 嗯 每个人的带入方式都不一样 平常有在瑜伽还是灵修什么的吗 没有我就很喜欢 就是 有时候会呼吸这样子 自然坐下来呼吸 示范一下 就是 閉着眼睛 嗯 然后 慢下自己的呼吸 这样子你心跳也会慢下来 你就不会那么紧张 你对于演戏这件事情 认知很成熟耶 经验慢慢就是 八年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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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开始其实是拍广告 嗯 一开始是三岁的时候 还有什么东森悠悠台喔 对对对 小时候就是很常在东森悠悠台 大家都在片场 然后每个人都看着我 好棒喔 的感觉 大家都在看我耶 好多灯喔 你喜欢这种感觉 你小时候很喜欢 那时候没有觉得自己 好像在演戏 所以那时候我也不看我自己演的戏 嗯 然后也比较少就是 会去看自己的演技 嗯 那时候就没有演戏那时候 只是在玩而已 我觉得是比较近 近几年才发现 好像演戏是 它是那种 你是这个人 并不是你想表现这个人的感觉 嗯 没有很多人会就是 会很自然的原因 就是因为 他们是在表演这个角色 我觉得 表演这个角色 你很常就会看出一些破绽 喔 那你喜欢看电视看电影吗 我追剧吗 我 比较少 但是有一些特定的我会看 嗯 像是什么 武造律师 韩国版的好看耶 是喔 朴炯子 我的韩国男朋友 哈哈哈 我觉得美国版的很好看 你演过一杯热奶茶的等待 嗯 你是演谁的小时候 呃 程翔吗 我是演 程翔 你演过瀑布 瀑布我就有印象了 你就是那个 读了自身子 Frank 我记得 八尺门你演谁 我演李明顺的小时候 OK 有生之年是林哲熙的小时候 对 其实作品真的很多 蛮密集的 啊你有在念书吗 有啊 我念的很勤耶 那你都什么时候拍戏 呃 比如说就是可能 暑假 寒假 或是利用假日 嗯 那如果真的不行 才会用到上课时间 嗯 像是Big就用到 其实蛮多上课时间 因为那真的是一部 就是 拍了蛮久的片 其实我蛮喜欢读书 嗯 我蛮喜欢念书 想当律师嘛是吗 哈哈哈 我喜欢那种 我喜欢那种 考很好的感觉 嗯 那你在班上的成绩如何呢 上一次考试 我是 也有前十 就还是在前段班 还可以 怎么分配你的工作 跟读书的时间 大部分时间都是先读书 睡觉前 你有那段时间 你就拿来 就是 比如说 看剧本 因为我觉得那段时间 比较像是你可以休息的时间 就是如果你今天什么东西 等一下还要干嘛 还要读书 还要洗澡 还要刷牙吸人吃饭 什么的 那你读书 你读剧本你就没有办法 真的转心 真的转心的读 有时候都被叫 就是很多圈内人士 也会教我就是 讀书真的很多 你说圈内的哥哥姐姐们 他们不会跟你 他们不会 就是跟你说 不要读 读书 你就出来闯 不会 因为我觉得读书真的 一个人的涵养 跟一个人的养分 就是 用读书 不管你今天出身多高 或你出身 出身多低 你的读书就是你的 就是养分 生活里面几件 喜欢的事情 你来排名会是什么 科幻小小说的话 第五名 我不喜欢看科幻小说 那如果是真实的 可能第三 然后运动第二 然后可能看电影是第四 诶 诶 这小孩排列组了 怎么那么奇怪 五三二四 什么意思 我先一二拍 五是看科幻小说之类的 然后四是看电影 或者看剧 然后 三是 比如说 经济学的书之类的 工具书 对 第二是运动 打篮球 或是 什么 撞球 好了我们来公布答案 第一名是 第一名我还没想到 等一下 第一名是什么 我很喜欢看那个 就是看别人会讲 那些人悬疑的很多东西 就比如说什么金字塔 什么东西的那种 就是 就是犯罪的纪录片 你以后长大不是当律师 就是当警察去办案 你知道吗 不要当犯人就好 哈哈哈哈 那你刚讲的都没有拍戏啊 拍戏不能算是 平常主作的事情 拍戏比较像是 就是 你一定要该做的事情 像读书也没有被我排进来 OK 那个算是本分 对 算本分 不是你的休闲嗜好 对 那剧本呢 是你自己看还是妈妈帮你挑 第一次我妈妈会过去挑一些 嗯 就是比如说 耳少不移之类的 那接下来就是换我挑 嗯 就是看我觉得剧本如何 那你为什么你会拍关于未知的我们呢 蛤 没有因为我演的部分都很正常啊 到最后面才开始变化出一些不同的感情 对 好关于未知的我们就是比尔剧 两位男主角 黄鸿轩跟邱宇诚也有来我们节目 他们是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 弟弟很喜欢哥哥 嗯 长大之后 但他其实应该是还 蛮小的时候就埋下了对于哥哥崇拜的种子 对 但后来是崇拜的感情 你开始对于爱情有幻想或期待的吗 期待吗 嗯 嗯 多少有一点吧 你15岁嘛 对 嗯 现在有喜欢的人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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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没有 现在没有 目前没有 如果你有喜欢的人你会告诉妈妈吗 不会啊 我怎么会告诉妈妈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一天回家突然你跟我妈说 妈妈 我今天喜欢一个女生 然后隔天回到家 妈妈我今天喜欢另外一个女生 蛤 这么善变哦 不是啊就是感觉这样就很奇怪 现在目前还没有找到 一个可以让我相信的 有过吗 蛤 蛤 有啦算是有 嗯 但是我觉得像信任很重要 所以我会先从信任开始 信任 就是你先要相信这个人 嗯 我觉得这很重要 其实跟别人谈恋爱就是 你把你的感情给一个人 然后希望他们不会破坏掉 嗯 这是一个赌博嘛 但是你要先笃定这个人 不会破坏你的感情 这个年纪的小朋友不就是开开心心心的去享受喜欢一个人的感觉 然后如果你失败了跌倒了 哭一哭就再继续拍一拍往前走啊 因为我就没有办法拍一拍往前走啊 拍一拍就是走不了 就是等着被通美车撞死 哈哈 从小应该收很多情书有没有 没有没有 很少说过情书 因为现在都不写情书啦 我没有被告白过 我没有这个方便的信息 不可能 没有啦 就是 就可能传讯息说我喜欢你之类的 或是故意假装说我跟别人玩真心话大冒险 你还有一个台阶下 或是语言节之类的 或是就跟别人说我喜欢你 骗你的啦 之类的 嗯 其实告白的方式就拿几种 那如果就是不适合 你会怎么玩具他 看过Big的那个 那个我拒绝演员的片段吗 哈哈哈 我觉得这现在的 欸你很会 现在就是画面都 嗯有点没有办法 就是现在的状态 嗯 不适合我们继续往前 我遇到很多问题 然后你也会遇到你的问题 嗯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 我觉得我们不适合在一起这样子 大三的那个角色截肢啊 那你那时候拍的时候 是怎么弄啊 就是 用一个绿 绑起来 就是用一个绿木的袜子 嗯 然后上面就是装特效 然后我还要绑一个 就是假的那个 护具 的感觉 嗯 所以他就可以做C CG CG 嗯 然后才可以比较像 欸谢谢你也帮我解脖 每个人都问过我这个问题 那段他们真的露得很好 那段花很多钱 嗯 我那时候就跟他们开玩笑 欸你脚不能露出来 一格十万块 还在上映吗 还在 现在还在上映 10月10号 超级久欸 好我们来聊点私人话题好不好 好 你讲话听起来比你的真实年龄成熟 就是透过社会的磨练 你喜欢这个行业吗 很喜欢 嗯 我觉得这个行业就是 有点就是我的一部分 就是 他就是陪我成成长 你在不同的年龄段 别人看你眼光也不同 那你觉得你是比较偏感性 还是偏理性的人 要看对事情 例如 有什么事情是感性 对感情 在这一块面我比较感性 嗯 但是对其他事情我都理性 你讲的感情 好是大范围的 任何的 人与人的情感连接 还是 真的比较 着重于 呃 两性谈恋爱的这一块 完蛋了 我是把他坑给自己掉了 对啊 我觉得是人与人的连接啦 人与人 好啦我觉得 我觉得两性之间的 我反而会比较感性一点 好 那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你会勇于 让对方知道吗 不会 蛤 因为 你就是把你自己放在一个 他们想要把你踢走 你就是下一秒就不见得 的位置 蛤 你把自己放在下风的位置 我不希望自己是下风的 我不希望上风 但我不希望自己是下风 但 告白不一定是下风啊 就是 我不希望把自己放在一个 有点 像是一个 有崇拜者的位置 仰望 就是对 对 仰望 仰望者的位置 就是 每天就是 你在干嘛 你在吗 或是 你吃晚餐了没 你睡了吗 哈啰 你可以跟你交朋友吗 或是 我喜欢你 之类的 我不喜欢把自己放在这样的位置 那如果别的人这样对你呢 开心是开心 是那种 有人喜欢我勒 那感觉 但是 我不会想这个东西 用这东西来玩人家 嗯 简而言之他就是喜欢被告白啊 谁不喜欢被告白 对吧 大家都喜欢 如果只能二选一 你希望你自己爱一个人比较多还是被爱比较多 但是被爱比较多啊 我不行 这是什么理论 我觉得如果 我察觉一个人爱我比我爱他多 我会有很强的内疚感 我就会想要逃开 哦 是哦 就是 你就是我不喜欢把自己放在一个 就是 像是狗的位置 狗狗的位置 就是人家想要 你走 嗯 你就整个被他控制住了嘛 对不对 你不行 你就 我没有自己主动权 可能是我技术不够 我真的需要大家的教学 嗯 嗯 我觉得与其说就是 把那么多的精力 放在感情上面 嗯 我现在比较想要花在 比如说我学业跟我的事业上面 就是 我已经没有办法 把这么多的精力放在感情上面 哈哈哈哈 你懂吗 就是 如果我今天把 讲了一副你 没有没有没有 不要弄你自己跳的 但是 但是如果 好像你以前花了多少 哦 算了我已经伤很累累了 没有没有 我伤的我没有被伤到 但是 就是我如果一直把友情 跟感情看那么重 嗯 我一定会死在里面 我会继续 继续 跟同学出去玩的 我觉得 我觉得有童年是很重要的事情 嗯 我要弥补一下我的童年 哈哈哈哈 哈哈 那感觉我童年都不知道在干嘛 都 都没有办法 都没有玩到什么 有一些些遗憾吗 嗯 对啊 那您以前在 第一次的ヒ製 那你以前在等系的时候都在干嘛 我就会跟我妈说 妈妈 我可以用你手手呢手激吗 他说不行 我就会说 可以看照片就好了 我就会翻那个相éf 然后如果我妈妈不见我 我就反击起他的工作人物 然后看别人的手机 期待看着你好好的长大 我会每一段时间 就来问候你观察一下 加油了 今天谢谢郭大瑞来我们节目 谢谢 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 请继续在各大Podcast 还有YouTube上面追踪我们 我们下次见 拜拜